各位同學好,我是長根 今天是10月11號下午3點多 歡迎來到聽說做完380個實力 就能成為打內扣大內高手 今天是第26天 一樣是講這個物件檔像程式式設計中的這個運算值的部分 那昨天我們只講了一題嘛 就是實力99 實力99 那今天接下來呢 就是從實力100開始講 那剩下5題喔 我就看今天能講多少 就算多少吧 好,首先 實力100題喔 我們先看書本上的導演喔 運算值呢 這個是 OK,角括號 角括號呢 角括號 這是向左的方向 那我們就先建立這個 先建立專案喔 加入一個新專案 加入一個新專案 那 兩個角括號呢 是將一個數值的二進位喔 二進位位元向左平移右 然後運算值右右呢 右右的角括號呢 是將 向右平移喔 OK,所以說實力100講的是 足位元平移喔 那你可以移動位數啦 移動位數 我是沒用過這個功能喔 我們就介紹它的範例來試了一下喔 它是這裡說 這個 這樣子呢 這個運算值呢 代表的是 將一個數值的二進位喔 向 向左平移喔 那 相對的喔 這樣子喔 這個運算值呢 代表的是 向右平移喔 所以說 它這裡舉的例子是說 如果你的數值是 10111 這個喔 這應該是代表二進位的數值喔 11011 二進位喔 向右平移兩個位數的話 這樣子喔 那它的柱子呢 看一下喔 會變成 00101喔 OK 向右平移喔 就是說 就這 這五個 指呢 向右平移兩個位數喔 那 得到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會是這個 00 我寫在下面就好 00101 00101喔 這樣子喔 為什麼呢 是因為 向右位移兩個位圓之後呢 這個 11就 沒有了嗎 向右移 我現在右邊沒東西啊 所以向右移是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的話就變成這樣子喔 101喔 101會移過來耶 然後前面會補0 補0喔 就變這樣子喔 這是向右離兩位的意思喔 後面的兩個 1呢 就被 在平移的時候 在位移的時候 會被截掉 截掉喔 原本是 10111嘛 那我們向右移兩位喔 這個 這個符號叫向右移 然後兩個位數 它就會被截掉喔 截掉成這樣子喔 變成這樣子 OK 那我們照他的範例呢 來寫一下範例吧 他這裡呢 宣告了一個 intX跟intY喔 X呢 是305 然後 他的Y 是這個 1060喔 然後呢 他這邊就直接 Console Line 要顯示裡面的值喔 我們不要按前字號 然後呢 他這裡是ConvertToString喔 Convert.ToString ToString String喔 然後是把這個X值呢 轉換成這個 二進位喔 他這邊代表的是 把這個值轉換成二進位 二進位 然後呢 然後呢 向左 移動 三個 位數 獲得 這個新的值喔 新的值呢 我給他寫一次ConvertToString喔 我們直接複製喔 直接複製吧 獲得這個值呢 他這個值要位移喔 要位移兩 三位喔 所以是 小括號 小括號這樣子喔 我們這樣子先換行吧 換行 就是 是 現在B就是很聰明喔 我這樣按換行 他幫我們加了一個加號在這邊喔 扶起來 變成兩個字串 把它加起來 OK 這個X嘛 向右移三位喔 是這樣子打 這樣子打 向右移三位喔 向右移三位 然後他把這個結果呢 轉換成這個二進位的表示喔 數值轉換成二進位的表示 接下來呢 他要練習的是 向右移四位喔 那我們就把這個 複製一下吧 我們把Y的值呢 向右移四位 這個 Y的值他是 二進位喔 二進位顯示 然後向右移 四位數 獲得的值呢 就是 Y的 方向是這邊喔 是這個喔 是這個方向喔 這兩個幅喔 然後改成四位 這樣的話 我們再提就打完了吧 那實際運行 是程式看看喔 看看結果是什麼 OK 這是程式運行完的結果喔 那 我們的 100 OK 305喔 305的二進位的表示 會變成這樣子喔 1001 1001 1001喔 那向左移動三位數喔 就是 向左移動了 就多了三個零 多了三個零 然後前面是一模一樣嘛 前面一模一樣 就是多了三位數的零 那接下來呢 這個Y喔 Y是這個 100 是這個 1060的二進位 表示就是這麼長 這麼長 那 我猜這個 那個2的十進位是 2的十次方是1024嘛 所以說這個應該是2的十次方喔 那剩下這個呢 應該是 36的組合吧 24加 這個60就是差36嘛 這兩個應該就是36 36 所以這個應該是32 32 然後這是4喔 加起來就是36 那 向右移視位數 那右移視位數的話 就是這邊就會去掉 去掉沒有嘛 變成這樣子喔 所以說看能不能結果 OK 沒錯 就一樣了 就變成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 還有一個注意事項 這個 convertToString的方法呢 第二個參數呢 是用於指定數值 轉換為自算後輸出的進位 所以說 2表示傳回2進位的自算表示4 那如果你改成4進位或16進位 那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比方說這裡改成4進位 然後這裡改成16進位 我們再執行一次成這樣看看喔 我們再執行一次成這樣看看喔 OK 代表說他其實不知道4進位是什麼 我現在程式出錯了嘛 因為我只是改這邊嘛 改他的進位 所以說他 invalued based喔 他應該不知道4進位是什麼意思啊 好像沒有人用過4進位喔 我看一下喔 錯誤行數在第13行 所以就有第13行這裡錯喔 我們這裡錯了 4進位他不曉得是什麼 那8進位 8進位就是有人在用了嘛 我們再執行一次看看喔 OK OK 現在 程式真的顯示出來了喔 8進位他變成461喔 另外這個 y的16進位是424喔 16進位表示 16進位表示喔 16進位表示喔 這個4代表是 這個 16的0次方嗎 1次方嗎 2次方嗎 平方喔 16的平方是多少 196吧 196乘與4喔 乘以4就是多少 算了 反正就是接近1000 16晶圍表示4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8晶圍是 代表305的8晶圍 461 所以這是8的0次方 8的1次方 8的2次方 8的平方是 8864 64乘4 6424 4416 256 這邊就256 然後後面61 61就代表 就是 多少 256 49 49 對啊 6848 加1 49 沒錯 OK 這樣的話 我們這邊就把這個 實力100 逐位元的平移 講完啦 那接下來我們講這個 實力101 是大還是小 先看書本上的導演 有問號 問號 問號 問號這個運算值呢 後面接冒號的話是 什麼 為馬運算值喔 問號前面呢 必須是傳回一個布林的運算式 如果運算式為真的話 就執行冒號前面的運算式 否則就執行冒號後面的運算式喔 OK 好 我們先建立一個 先把實力101 建立一個專案 那這個 這個有些地方好像把它稱為三元運算值啦 好像被稱為三元運算值喔 就是 我們 比方說 你可以 你會寫if嗎 if 什麼事情 if 這個 比方說 這個 等一下喔 比方說 這個 把 A等於 101喔 那我們就很難A喔 配 A如果 大於101的話 大於101的話 那我們要幹嘛 把 A改成 A改成 A改的他直改 改成0之類的喔 改成0這樣子 那如果 else 就是小於等於嗎 else 那 我們就把 A改成 這個 -1好了 好啦 這是很沒有意義的範例阿 這樣子寫成 沒有意義喔 就是 如果 大於101的話 我就要改這個值喔 改這個值喔 那 他說 要問的是三元運算值 他是問號 那前面這個是一個判斷式 這邊可以把它解成說 那如果 如果這個A大於101的話 問號 問號就說這個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它這邊就是判斷式嘛 true or fall的判斷式 這邊就跟這樣子寫一樣 這判斷的true or fall 那你後面接問號 問號就是 後面接下來就寫說 對的話 對的話怎麼辦呢 對的話就執行這個 A等於0 A等於0 那 否則的話 這邊有冒號 冒號代表是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 我們做A等於-1 那上面這個運算式呢 是跟上面的是一樣的 那 我應該不能 它不能這樣寫 我不能直接這樣寫A等於 就是我們要指定 指定這個 A等於 A等於 A的值呢 是0呢 會變成0呢 還是會變成-1呢 看前面這個來判斷 看這個值來判斷 如果這個A的值大於101的話 對的話 就把它改成0 否則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1 那就是這樣子 這跟這個判斷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是比較簡單的寫法 那有些人會把它稱呼為這個叫三元運算式 好 我們先照書本上的範例打一次 這邊的範例呢 它這邊宣告一個Streams 裡面有A B C D E F G 然後呢 它會算 算裡面的長度 加這個 它這邊的小括號 然後 s.long 點long呢 小於等於5的話 小於等於5的話呢 結果它要顯示一個值喔 或是自傳喔 它這邊沒有用 它這邊就只不用等於 它這邊沒等於 就只做後面的事情喔 它只是要顯示自傳 自傳 所以說呢 它直接接問號 直接問號 直接問號 問號說 不超過5 否則的話 就是說 已超過5喔 已超過5 OK 那前面是個判斷式啦 這邊是判斷式喔 判斷這個 s.long呢 有沒有小於等於5喔 有的話 有的話就只行這邊喔 這邊是只行true喔 有的話只行這個 顯示不超過5 這個自傳 否則的話 這個也是冒號喔 否則的話 是寫在後面這裡喔 已超過5 已超過5 那我們把這個自傳印出來吧 nsg 執行一下程式 是 看有沒有自傳 顯示還是已超過5喔 那後面是超過5這 這三個字 更正 這幾個字了 已超過5這幾個字呢 就是靠我們這個 判斷式 來顯示出來的喔 那接下來 我看一下喔 這樣的話我們實例101就做完了喔 4大還是小 就是靠這樣簡短的判斷式喔 簡短判斷式 就錯出來了 我們就是 節省我們這樣寫 if跟else的功夫啦 接下來就是做實例102 Type of的運算值的作用 我們先看一下導演喔 除了可以呼叫物件實例的 GapType方法來取得這個 Type的實例外呢 還可以使用Type of的運算值 使用該運算值的優點呢 是不需要事先建立 這個類型的實例喔 直接將類型的名稱呢 傳給運算值 就能獲得對應的Type的實例喔 那我們一樣先建立一個專案喔 加入新增專案 我們再看一下導演喔 後面還有一段喔 Type的類別呢 封裝與某個類型的相關各種資訊 例如類型的名稱 所繼承的基礎類別 或是否為範型類型等等 透過Type類別實例呢 還可以對指定類型使用反射技術 例如在節省時動態呼叫某個方法 看一下喔 嗯 那我們使用反射的話呢 就會需要用到Type的實例啦 Type的實例喔 那目前書本上要講反射的張角 還蠻後面喔 不過這邊它是先介紹我們使用Type喔 那 每個物件呢 每個物件都會有這個 GetType的方法可以用喔 可以拿到這個物件的Type喔 那如果你不用的話 就是我隨便 現在這個類別叫Program Program 那其實 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 比方說我這邊 這個Int Int A等於這樣 123 這邊有宣告一個 變數嘛 A喔 它是有個實體喔 數值型態實體啦 就是123 那我可以對A拿到的 GetType 這個功能可以用喔 那這個是每個物件都會有的 它是繼承於Object 就有這個方法可以用 GetType 那我們這個呢 就可以拿到它的 A的Type 它回傳的是個Type型別喔 把這個T 你看到它拿到Type型別了 那這個Type就會拿到這個Int Int的Type 那Type裡面呢 會封裝 跟這個類別有關的資訊呢 比如說名稱啊 或繼承的基礎類別 然後是 它是否會換行等等喔 那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呢 使用這個Type的類別呢 來對指定類型使用反射技術 例如說 就執行動態呼叫的某個方法 更正 就是執行時期呢 再決定 動態呼叫 某個方法 那我們這邊就先到它的下面範例 來建立一個抽象類別喔 然後裡面有個抽象的成員喔 叫Edge喔 這個 這個 不是建立Property喔 好吧 反揮 有沒有比較快的建... 快捷... 快捷的建立... attribute的方法呢 快捷的建立... attribute的方法呢 好吧 好像沒有耶 沒關係喔 好像沒有耶 沒關係喔 A-B-A是 Abitrate 然後換了它是Int 然後另外一個欄文叫做Edge Edge 建立好這個抽象類別之後呢 我們可以使用TypeOf喔 那接下來我們回到這邊喔 那接下來我們回到這邊喔 Type Type這個... TT喔 我們這邊叫TT好了 等於用TypeOf的運算子喔 TypeOf這個運算子喔 然後把這個Person傳進去喔 那我們也可以拿到它的Type喔 那其實跟這上面一樣喔 用GateType的方法跟使用TypeOf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喔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拿到這個Person的Type喔 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對Type裡面的值進行存取喔 我們要顯示呢 類別的完整名稱 這個... 我們看裡面有什麼成員喔 看到有F嗎 Fornel 就是全...完整名稱喔 再來我們顯示這個... 是否會抽象的類別喔 它這邊不一定不是用前號啦 不過沒關係啦 它這邊就用前號來表示喔 前...前號來做這個自算插值喔 這個... 豆點喔 其實看到裡面有很多成員可以用喔 它這邊用到的是... IsAttribute嗎 就是判斷它是不是抽象類別喔 那前面信號的話是... 它比較推薦啦 或是說... 可能比較常用的喔 這邊是InternitySense它給的這個... 建議喔 那我們就往下找... I開頭的... Is開頭的... I開頭的... IsAttribute嗎 這個... 啊...更正 Is Abistrate... Is Abistrate... Is Abistrate... 是否抽象類別喔 Is Abistrate... 那這個就會拿到True orFore嘛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用我們昨天... 更正... 上一題做到那個... 三元運算值喔 今天還是4月11號啦 沒有變啦 我們就是剛剛上一題做的這個... 三元運算值喔 是的話呢 就顯示是... 是... 否則的話呢... 冒號... 冒號... 就... 他這邊寫否喔 然後...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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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插字串好像怪的喔 這邊裡面好像不能這樣插字串喔 OK啦 因為我這邊就算變數的值喔 變數的值喔 那我這邊好像接... 用三元運算值 我的兵器好像吃不到 他說我不知道... 我這邊... 不知道我這邊到底是不是剛好要結束... 結束這段自傳喔 所以說... 我現在不能這樣子寫喔 所以... 所以說我不能用前號 還是用插字的方式喔 OK... 這樣子嗎 看一下喔 看一下 是跟否 這邊... 就用了... 雙一號 好 OK... 好啦 那... 我剛剛... 包成單一號是... Charm 所以說他好像是不能... 包成單一號 OK... 所以說如果變成單一號 它是兩邊到單一號 兩邊是單一號 那... 我先複製一下喔 我剛剛這樣子寫 貼上來喔 我剛剛... ...... 這樣子寫是... 貼上來喔 這樣子寫會有判斷的到嗎 這樣寫會有判斷得到嗎 所以無法直接在字串內插補點使用條件時運算字 OK 反正就是說這樣子不能使用條件時運算字的因素 好啦 我們改回來吧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它是不是public 就是我們可以使用反射的方式 這樣子其實就是反射的方式 我們拿到這個person 程式中拿到person 它會查在執行的時候就會查這個person 到底是什麼性別 名字叫什麼呢 然後是不是abstrel 反射來做 更正 這種存取方式在c-shot裡面叫反射 就是在程式執行的時候才會知道 知道那個結果是什麼 這邊呢是顯示了是否是公共類別 是否是公共類別 然後一樣喔就是冒號 括號0喔 這邊就要查這個變數進去 要用的是inpublic 一樣是is開頭喔 我們這樣找的話很容易找到 逗點喔 然後iis喔 意思 然後我們就找 它裡面有很多喔 是不是類別啊 是不是類別啊 這個 collable是指集合嗎 我看一下 反正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屬性啦 是不是incernum什麼的 這裡就很多喔 那我們就p 直接打p hubric 在這裡喔 那是的話就是顯示喔 否則的話就顯成for 那我們現在ctrl F看看喔 看看結果是什麼喔 ok 是不是 它完整名稱喔 完整名稱是 這個namespad在這邊喔 namespad 是 我名字叫實力102什麼什麼的 然後逗點 逗點person 這是我這個person的類別喔 那是否是抽象類別呢 它這裡寫0喔 0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ok 這邊用了前號 前號嘛 前號差值的話 所以這邊的大括號呢 是指 它顯示 它差這個0的值喔 這邊是變成int啦 變成int喔 所以0被當成參數 把它顯示再進去喔 我要像這樣寫法 這樣寫法的話是指 後面會接個像是 像是自傳陣列的感覺喔 像是自傳的陣列啊 那第0位 第0位的話就是顯示在這裡喔 那目前我們只有一個喔 就是第0位了 顯示在這邊喔 那我這邊上面寫錯的地方在於 我用了前字號嘛 前字號 那我拿掉 再仔細看看喔 ok ok 是否是抽象類別 在這邊是是嗎 然後public呢 它也是true嘛 這邊顯示是true喔 那下面好像還有 我看一下喔 ok 它會用到propertyInfo 然後 那用propertyInfo呢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 type裡面有個gapproperties喔 它可以拿到一個 propertyInfo的陣列 然後就跑個回圈把它印出來 我們就繼續把這個程式把它打完喔 我們就繼續把這個程式把它打完喔 我們這邊先用把 先用把 把一個 那這邊呢 它是拿這個 我們這個type 裡面有get getproperties getproperties 這裡看起來是有兩個選項喔 好像來源不一樣 一個是擴充功能喔 那一個 欸 這兩個應該 應該是一樣的喔 只是它一邊好像寫著擴充功能 提供的一個好像 不是喔 那我這邊就先選第一個吧 反正有錯誤再說嘛 那裡面它要說要傳指進去喔 這裡面喔 裡面呢 是指定說這個 binding flag 就是你要找這個property呢 就是你指定要找的property是什麼 它這裡指定要找的是public的 公開的 公開的 然後是有實體的喔 這個 是 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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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nding flag 這裡 動點喔 動點喔 然後選public 然後一樣 order binding flag 動點 然後選instance 那你現在看 Anba 這邊喔 你看看它就是propertyInfo propertyInfo的陣列喔 PropertyInfo Proper 這裡有這樣子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跑回圈了 先把這個 印出 印出所有的 PropertyPRO Property 然後跑回圈 我們這邊用for forEach 把aInProper Properes 我要跟書本上一樣取P好了 這邊取P ConsoleWriteNine 這個P.Nine 這邊是-15喔 應該是指它這個顯示喔 用15個 15個位數喔 不過減的話 可能是靠左吧 還是靠右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印出來就知道了 P.Property PropertyType Type.Nine 點它名字印出來 我一樣 這邊也是-15 OK OK 我們這樣 直接印刷看看 OK 現在只有印出一個 Property的就是只有 Edge喔 裡面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的 這個Person Person裡面 就只有 Edge這個Property喔 所以說 就只會印出一個 那 它這裡-15 -15 不確定是哪邊造成空白啦 我們這邊加個 減號看看 OKOK 至少說 代表說我這邊右邊 我這邊右邊它應該還是有空白吧 所以說我這邊 P.內的這個-15 就是這邊有這樣子 前面應該是 拉出15個位置喔 然後字靠左的意思吧 我看一下書本上的說明喔 PropertyInfo的類別的NAM屬性呢 可以獲取屬性的名稱喔 PropertyType的屬性呢 可以傳回該 在Property的類型 相關的Type5件喔 那這樣的話 我們實例102就做完啦 接下來 我看一下 剩下兩題 我們把它做完啦 實例103喔 使用加號運算值 加兩個物性的屬性值相加 我們先看導演喔 透過 對運算值的多載 開發人員可以根據自己需要 擴充運算值的功能 例如本的 例如這個實例呢 要讓加號運算值呢 能夠 將兩個物件實例的 各個屬性的值全部相加 就需要對加運算值進行多載 多載運算值呢 需要注意以下幾點喔 第一點呢 多載運算值呢 最好是公共成員 方便在類別的外部呢 存取 第二點呢 多載運算值呢 應該為靜態成員 因為運算值呢 一般是直接使用的 與特定的物件實力關係不大 第三點 多載運算值時 需要用optive的關鍵 所以 operator的關鍵字喔 第四點 多載運算值成員的參數呢 就是運算值的運算員喔 OK 成員參數就是 運算值的運算員 這邊可能 要打範例才比較好懂喔 所以說 這裡的實例呢 是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幫我們的物件 建立一個 這個 運算值喔 就是用加號運算值 把它做相加喔 那 我們現在看到的 先建立一個專案喔 建立一個 新的專案 路件 加入 新增專案 加號應該是5號 加號是無效的喔 那我這邊 加號運算值喔 這邊呢 比方說 我們這邊 int 這個 a 等於的 1加2 嘛 那這邊其實就是有兩個數值喔 兩個int 兩個int 做相加賽 還有這樣才得到a嘛 那這個加號呢 這個加號呢 就是對int來說 是兩個int 要相加的運算值喔 兩個int 相加的這個加號運算值喔 兩個int 有自己的物件的話 我們可以實作加號運算值喔 實作它的這個 叫做 operator operator 那加號你可以把兩個物件 進行相加 然後得到某個結果 就靠你自己在operator的程式裡面寫的方法 寫的定義喔 進行相加 那我們這邊呢 照的書本上 建議它的範例喔 它定義了一個類別叫test 然後 有兩個property喔 一個intValue1喔 那一個是這個 Value2喔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幫它實作這個 加號運算值 怎麼做呢 我們這樣宣告喔 它這裡沒有寫說這個 這個 operator寫在哪裡啦 那我這邊寫在這個 test的方法裡面 下一個test的裡面 那前面有說它宣告成靜態的比較好嘛 這樣的話 我們的打內程式在運行的時候 就幫它實力這個方法 我們要使用這個加號運算值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了 然後 再提一個是 int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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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類別相加喔 所以說它會傳入兩個 就是test1跟test2嘛 一個test 然後 兩個test 那個 我們就是讓 A A跟B相加喔 用加號把它加起來 那我們加它起來之後 想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 它這裡是呢 是要回傳喔 回傳一個數值喔 代表的是 就是 testA的Value1 Value2 跟testB的Value1 Value2 全部加起來喔 加起來是多少喔 那它是return喔 return 這個A一點 Value1 加A一點 Value2 再加 B一點 B一點 Value1 加上 B一點 Value2 就是四個值喔 全部加起來多少喔 它想回傳的是 int喔 int 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就做好這個 加號運算值喔 operator就做好了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在這裡喔 先實力化我們的test 那這裡呢 它是test的t1 t1等於newtest 然後指定 指定它的Value1 Value1等於5 然後Value2呢 等於9 再來喔 它的test2呢 它的值呢 叫這邊是2喔 下一個呢 是6 所以說我們就是把它的漿加多少喔 把t1跟t2做相加喔 那會拿到這個值嘛 叫做 resort好了 那就是t1 t1 t1跟t2相加喔 因為我們有時做這個operator喔 所以說它這裡就會扣那個 扣我們寫的這個喔 加號的運算 運算值喔 就扣下面這個喔 它會把a跟b傳進去喔 左邊就是a 右邊是b喔 傳進去喔 那它回傳了 就是把這個 testA裡面的 我跟9啊 Value1 Value2 然後Value1 Value2 全部加起來了 就是在resort這邊喔 那這裡是 顯示屬性相加的結果喔 OK OK 好 我們執行一次看看吧 結果是22喔 那樣子跟 確定一下527 912 15 對 22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實例 103就是這樣講完了嘛 我們就實作了 實作了這個 自己的行別 幫我們自己的行別 實作了這個operator operator 那 如果你想做別的 這個加版可以自己定了啦 自己定了 比方說我可以自己定一個什麼呢 成的話就是會有成號運算子喔 你就變成做這個 或減號 可以做成號 成號 你可以做成號運算子喔 那你不一定要回傳成int啦 你可能 比方我自己做一個 回傳 也回傳一個test喔 new test new test 那這個test呢 是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這個 return一個 new test 然後裡面的值呢 這個 value1呢 等於這個 A點 value1 乘 A點 跟著 B點 這個 value1 這樣子喔 然後 value2 value2呢 等於這個 A點 value2 乘 與 B點 的 這樣子喔 就把這個testA跟testB的value1 value1 護成喔 排版 這樣子會比較好看嗎 OK啦 這樣子應該比較好看啦 好啦 就這樣子喔 那我這邊就是一樣 一樣是可以對顯示喔 顯示這個 相承喔 相承喔 相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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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設定一層的話 有需要一個test嗎 那我這邊就是 可以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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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test 等於 我的 t1 乘 t2 這樣子喔 t1乘 t2 t1乘以2 相承喔 那我裡面就可以顯示這個相承的值喔 這個 newtest 結果 value1呢 等於 這個 那呢 等於這個 value2喔 那一樣我們再 直行一次 乘的看看喔 啊 10跟54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5嘛 5跟2相承就是10嘛 9乘6相承就是54喔 那我就回傳 拿到一個新的test喔 這是因為我自己有10做一個 乘號的operator喔 這樣的話我們實力103 就講完啦 接下來我們講這個實力104喔 對 no進行 判斷喔 那這個 其實你可以按按看這個發音啦 靠靠靠可愛的google翻譯喔 他一直說 念no no 但 台灣人都想 講成 no 或是none 還是什麼的 他這邊念no no 好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 聽得懂 聽得懂的講什麼就好了 至少我覺得我們的英文喔 發音的應該比印度人還標準吧 建立實力104喔 對no 進行判斷 一樣啊 新增一個專案 有些時候呢 在呼叫某個類別的實力成員時呢 必須先檢查是否為no 那標準的做法是如下面喔 就是用以符判斷式判斷那個物件呢 是不是no 那個變數是不是no 如果不是的話才要做裡面的事情喔 但是呢 你想讓你的程式變得更加簡潔喔 在呼叫實力成員的時候呢 可以在變數名稱後方加上一個問號運算子喔 然後呢 再存取這個實力的成員 那加上該運算子後呢 只有當實力不為no 的前提下呢才會執行程式喔 否則就會執行 誒更正 否則就跳過該行程式喔 所以說 OK那下面有個範例喔 OK我們先 我們就直接打範例吧 例如你有個變數啦 變數 比如Stream喔 Stream B好了 Stream D好了 那你現在沒有 什麼都沒有嘛 直接打冒號 它後面就是 這個變數其實後面就沒有東西嘛 沒有東西嘛 那所以你直接D豆點 東西的時候呢 你可能 可能會錯誤喔 對不對 它現在發現錯誤喔 位置拍了然後不知道什麼東西喔 那 我們這邊就直接 我們可以按 Stream 跟這 就是我們可以D問號 D問號 D問號 D點 再來 Long 那 不行啦 我講錯了 我講錯了 我沒有指派的話 這個不能用 我前提應該指派個東西給它 好 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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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不指派遊戲喔 沒有指派 沒有指派就是說這樣啦 為指派區域變數D喔 那我先給它指定這個No 有指派才是這樣子喔 那 OK啦 因為它這個D的Do Something 其實它還沒有寫嘛 它還沒有寫喔 這只是個範例喔 我們下面建立這個實例才能做 照書本上 它這邊建立了一個Class A喔 Class A 然後裡面有這個 韓式喔 韓式呢 就是執行一個Console Line Line 然後顯示說這個方法被呼叫 然後 它這邊就使用到Nameof Nameof 這來顯示這個韓式的名稱喔 那它把這個 Walk 它這裡寫Walk 它這裡寫Walk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Walk是指這個A裡面的Walk喔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Walk這個韓式裡面呢 它Nameof它其實抓到它自己是Walk Walk它抓得到了 然後這裡呢 然後這裡呢 就是練習有兩個 就是一個A喔 先宣告一個A A等於 New A 然後 A冒號 問號 跟著 問號的Do點 這個Walk 這個Walk Walk 再來是這個B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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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的P喔 它就是Nur 這邊就不要是Nur 所以Nur的話就是沒有實力嘛 沒有實力喔 所以它就是沒有這個 沒有進行 我們沒有進行這個 New A的這個實力步驟的話 這個P其實是沒有東西的喔 P沒有東西的話 是不能這個Do點喔 Do點Walk Do點Walk其實會發生錯誤 會發生錯誤 我們先 這個 先這樣看一下喔 然後呢 你看到我們這個程式發生錯誤嗎 然後呢 他說這個 Nur Reference Exception 因為是Nur喔 因為是Nur喔 P裡面 它其實沒有Walk可以用的 沒有P這個實力阿 P沒有 P變數沒有對應到一個實力 它現在是Nur喔 所以說我們要Call 這個Walk是不能用的喔 所以 我們這就是靠問號 那加了問號呢 它就會幫我們Rate過去喔 如果P是Nur的話 就不執行Walk喔 不執行Walk 再執行一次喔 OK 你看現在已經沒有錯誤了 這代表我們程式現在有正常的顯示喔 那我們剛剛講過 那這個呢 同一下 同一下喔 這邊吐解一下喔 Nur of Reference 看一下 Nur of Reference 的錯誤名稱 在執行一次喔 複製有妙感 OK了 把這名字複製起來了 會直接發生這個 全部複製好了 好 OK 好 這樣的話我們實力 就這樣做完啦 實力104做完了 所以整共 4.6運算值的部分喔 就是 昨天講了99 然後今天我們已經把 100跟10也是全部講完囉 那今天呢 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再會 掰掰 掰掰